大家好 我是五郎時時行政主廚 財斌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無蛋的美乃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現在加芥花油400克 一開始先慢慢加 加一點醋調節它的軟度 以做法來講它的關鍵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調理棒 我今天示範這一款其實是比較容易上手的 那差別是在它的轉速的馬力是大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關鍵是豆漿 這個無淡美乃滋其實它調味是非常簡單的 它就是只有鹽、冰糖粉 那冰糖粉是沒有的是我自己把它打成粉的 因為它比較不會那麼甜 拍片之前我有去全年看過 它有在賣一些沾草莓的糖粉 這個的甜度比冰糖粉高 觀眾朋友要做 我建議就是大概剩一半的量去降低它的甜度 檸檬汁跟醋 檸檬汁是調節它的酸度 醋是調節它的軟度 然後再來就是芥花油 無淡美乃滋它的味道其實幾乎盲測是這樣 它跟有淡的其實盲測你是吃不出來的 所以這麼珍貴的know-how把它分享出來 其實內心很糾結 在影片中教所有的人 教所有的觀眾的味道都是 我有試過的 就是我一個一個試過 試過不是做完之後這樣不... 味道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味道 是我把它後面的延續 比如說我把它做成吐司或者做成早餐店的樣貌 然後再去吃整體的感覺 OK的 那個我認為它才是好的味道 我才會在這邊跟大家推薦 我之前影片也有分享過一系列的鮪魚沙拉 懸殊版本的鮪魚沙拉 其實武朗真正是在推廣蔬食 幫助非蔬食者進入 開始嘗試蔬食是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你